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品最大的改变就是这块屏幕 可以更换种类防作的表盘 这才真正有了智能的感觉 除此之外NFC版还可以控制家电 触摸小爱 但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是UP主云飞 小米官方宣称手环有近300多款表盘 可以更换 虽然真的挺多了 但久了还是显得太平平无奇 我一直都知道有第三方表盘 也一直都知道更换第三方表盘会比较麻烦 就不了了之 这导致我的手环曾经在某个抽屉躺了几个月 直到我发现了可以快速简便更换表盘的方法 别着急 用手机就可以操作 只需要简单的几步 首先我们手机上安装第三方 手环软件 我会在评论区留下软件的链接 手环自带的小米运动也要安装 说一个题外话 现在的小米运动就是垃圾 除了广告一无所有 难怪手环5和6都转移到小米穿戴上面去了 可惜四代死活就是不支持 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广告的小米运动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 按照软件的提示正常链接好 其实这也是一款很好用的第三方小米手环软件 各项功能都很齐全也很美观 替代小米运动是很合适的 其实这款软件也有表盘 但数量不是很多 不过好在方便 我打开软件找到表盘 点击升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找到符合当前固件版本的表盘 这样等待一段时间同步就算完成了 我们再来挑选一下 看看有没有更牛逼一点的表盘 这个天气的试一下 不行 估计是5或者6的表盘 之前一直想 在首页就可以直接看到天气的再试试 还是不行 我们再换一个看看 这个带指针的 我们同步一下成功了 秒表还在动 牛逼 这比官方的不知道香了多少 如果你还嫌这里的表盘不过多不过炫 我们再来往下看 打开浏览器 复制我在评论区的表盘网址 在这里选择自己的手环型号 然后就可以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表盘了 我们来随便选择一个下载 然后等待完成 到浏览器选择用手环软件 更新表盘 打开即可 等待同步完成 这就是一个新的表盘了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还可以在基金下面选择排行榜 可以看到表盘都是一些很精美的 这看个人爱好 我们继续往下滑 嗯 这怎么突然出现了个这玩意儿 还在排行榜上 同步上去看看是个啥效果 我操还可以动 我的妈呀 牛逼牛逼 小伙伴可以给室友安排上了 看看其他的 又来一个整活的 试试不能动 果然还是之前的牛逼 还有很多内容 大家就自行探索吧 最后分享一下 手环的两个好物 一个是这种布置的表带 就这种 就是整个布置的 在我买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表带里面 可以说是最舒服的了 不光是软 戴起来也很nice 第二个就是第三方的充电夹 就是可以不拿下米粒 就可以充电了 简单好用 希望大家的手环可以玩出苹果表的味道 在后来做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貌似软件更新了一下 就自带了我推荐的这个网址了 就是网页稍微有一点点慢 难怪录制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表盘都比较眼熟 不过这是好事 一个软件就可以搞定所有 很赞 我是新up主云飞 日中分享一些我的兴趣爱好 如果这些视频 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点赞 投币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整活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整活的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